彰化县长王惠美昨天晚间到陆港参加一场社区活动 准备要下车的时候啊 突然一名男子手拿镰刀距离王惠美坐车只有两到三公尺 随乎发现赶紧上前劝阻 男子就很生气哦 开始挥舞镰刀 随乎立即将他压制夺刀 依照妨害公务恐吓为安罪协将他以送 年底九回大选剩下不到两个月 彰化县长王惠美周末假日请跑塌行程满党 不过就在前一天出席一场活动时 发生意外插曲 碰上有酒醉男子手持镰刀挥舞 警方调查证明五十岁黄姓男子 当时跟坐轮椅的妈妈乌农结束 一起参加重阳敬老宴会 两人都喝酒 结果妈妈不生酒力先被邻居搀扶回家 后来男子看到妈妈带去乌农 放在桌上的镰刀没拿走 顺手要将镰刀带回家 翘巧碰上县长王惠美的坐车也来了 就在县长准备下车时 随乎发现男子持刀 距离坐车只有短短两到三公尺 立刻靠近劝阻 没想到却引发男子不满 不听贺子持续向前 并且挥舞镰刀 随无人员见状 立即予以制止夺下镰刀 对此当地里长也出面缓夹 一切都是误会 随夫要驾驼的驾驼 他没法驾 对啦 他老母挂草 多10岁黄姓鸟 由于晴晚活动 举办到晚上8点 县长王惠美食之后 抵达夜市事后才知道这件事 只是男子黄汤下渡又持刀行为 已经惊动县长维安 仍被依妨害 供物籍恐吓 维安罪嫌 易总侦办 接下来到我们正话 藏不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